我拿到奖牌其实没有哭的感觉 只有在国旗收起的时候觉得其实热烈迎客 我觉得就是祖国至上吧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每次颁奖的时候 这是我的就是我的习惯动动 我觉得就是感谢祖国对我的培养 其实昨天也是激动的睡觉也是睡眠不是特别好 然后今天白天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 然后迎接接下来的还有呼吸还有三小米三 我觉得就是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